好馬上來關心理法院的現場最新消息 可以看到大陸的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今天已經登場了 不過大陸的總理李強 他除了有對台涉及的相關議題 除了重申反台獨的立場之外 有強調說 其實這一次的報告裡面 和平統一的和平兩制 已經不再出現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邱國正 國防部長邱國正 有最新的回應 帶你來聽 他對這個政治層面的問題 我們就不期望搞到最後軍事來面對 部長你不看 怎麼看軍中的兩制平衡 不會我們不會跟他做一個重的競爭 這部軍裝備投資競爭 要看國家國力 派遞等等 做這個軍備競爭 這樣做的話 比不管 好可以聽到邱國正部長他的意思 就是說這是政治層面的部分 那希望說不要動用到軍備武力的這一塊 來做出一較高下 因為其實如果真的是有來動武的話 其實後果兩邊都是不堪設想的 那以上就是目前的立法院現場最新狀況